有人说,一人错过了时间就会被埋没,但是其实有的人,即便是被藏起来个一年半载,归来后仍旧还会是在那个站在巅峰上的少年,肖战便是如此,历经风波后涅槃,归来还是个少年郎,余生请多指教近段时间以来,也是有很多的传闻跟争议。 有人说湖南卫视压剧,肖战工作室辟谣定档,未播鲜火的状态,让该剧还没上线,就一直被关注,不过,好消息来了,余生请多指教正式官宣定档在9月8日上线了,当然,该剧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度,杨子跟肖战当主演是主要的原因,这两位本身就是顶流,一起合作就是双倍的流量,即便是被压了差不多两年,但是观众的热情依旧只增不减, 从演员的实力到演员的流量,该剧可以说是预定的爆款之作,有古装剧,有偶像剧,肖战在资源上也做了一个转型,出演了第一部之军旅题材的作品,王牌部队是他跟黄景瑜一起打造,全是军人蜕变之路的大作,此前拍摄一直都很保密,后来观宣,也曾经一度上了热搜,这是肖战走红以来,第一部转型的电视剧, 所以,很多粉丝也都翘首以待,希望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肖战,此前光是预告,就已经有了不少的点击率,王牌部队势不可挡开播,也必定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,为何会说肖战归来时还是少年? 其实,在陈情令之后,肖战已经站在了巅峰上,不管是流量还是资源,都非常强,甚至一度成了微博的话题男艺人,肖战被说没有做到一个流量艺人的榜样,他为粉丝的行为买了单,也背起了那一口大大的锅,因此被藏了起来,好了,全文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你觉得现在的肖战,跟风波前有什么区别吗?欢迎留言告诉大家